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学学老师 舞蹈让你遇见更美的自己 我们今天呢 学习非常简单的手部的训练 知道大家在过年期间呢 都吃胖了 在过年期间呢 都不是非常想动 好 那我们就非常简单的 我们坐在床上 坐在沙发上 就可以训练的 也就是我们的手部的训练 好 那我们今天讲授的 继续我们敦煌舞蹈中 手姿的训练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敦煌舞蹈中的动作呢 源于我们敦煌壁画 讲授的呢 是我们敦煌天国艺人中的 佛菩萨的手印 好 那我们呢 天国中的艺人传达的 就是佛音以祥和 那我们既然作为天国的使者呢 我们在做舞蹈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表现我们的温文尔雅 和我们的超凡语脱俗 那好 我们今天直接讲授 我们的敦煌舞蹈中 手姿的训练 上节课我们讲授了 兰花指 大三指 小三指 好 我们这节课讲授 第一个 残指 第一种 残指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中指呢 与大拇指呢 相捏合 然后其他四指呢 正常向上翘就可以了 残指 轮指 轮指 可以看到我的大拇指 在大拇指 食指 以及中指 是平行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的小拇指 与我的无名指呢 是向上翘 成一个轮的一个状态 是轮指 好 第三种呢 我们的单指 好 我们的单指呢 是 食指 上上翘 大拇指 与中指 相捏合 后面的两个指头呢 自然微弯 就可以了 我们的单指 同学们 这些动作 你都消化吸收了吗 想让你的手指 变灵活 变好看 那一定要经常 多加练习 而且我们的手指 也是有一定的力度的 不能说是松松 垮垮在这里做 跟我们是用力的 动作就是不一样的 好的 同学们 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 有任何问题评论期 下方给老师留言 关注我 每天学习新的 舞蹈小知识 再见